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吴维忠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 七家军 虽然七级光不在了 第一代七家军要么退了休 要么升了官 比如吴维忠 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 是一代传一代 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七级光训练法的产物 时代不同了 练法还一样 摸爬滚打 吃尽了苦 受尽了累 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 打窝寇 虽说大规模的窝寇入侵已不存在 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 国内的工作又不好找 所以时不时的呢 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 而七家军的练兵对象 也就是这批人 在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 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 打了十几年倭寇的七家军二代 将前往朝鲜 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 因为在那里 他们的敌人就是倭寇的总源头 和乌维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洛尚智 洛尚智 浩云谷 浙江绍兴于瑶人 时任神机营参加 这个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蒙 两个字就是很蒙 据说他必利惊人 能举千金 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 号称洛千金 虽说夸张了点 但洛尚智确实相当厉害 他不但有力气 还武艺高强 擅长剑术 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 不久之后 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 这批七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 根据朝鲜史料记载 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 身上携带多种兵器 鸳鸯阵必备的装备 放眼望去 十分显眼 这也是怪事 打仗的时候 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 比如曹操同志 割须断袍 表现如此低调 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 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原理 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 战场上的强者 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 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 最优秀的将领也已经到齐 一切都已齐备 摊牌的时候到了 可是 在出发的前一刻 有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 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 仅凭自己只言片语 就能逼退窝冰 这个人就是沈维静 虽然宋英昌言辞警告过他 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 这位大混混 却像是混出了感觉 不但不回家 却开始变本加厉 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 来回搞外交 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 便匆忙赶来 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 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 所以一见到李司令 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 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 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 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在那边讲了半天 李如松呢也不搭话 聚精会神的听他讲 等到他不言语了 就问他 你说完了没有 沈维静答道 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 李如松一拍桌子 大喝一声 抓起来 拉出去 砍了 沈维静懵了 他并不知道 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 只有一个态度 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 杀掉他们就好 谈判 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 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氏 时任参谋 虽说名字叫应氏 倒不像是应氏教育的产物 眼珠一转 拦住了李如松 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 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维静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暂时的 被拖回了军营 软禁了起来 李应氏的那句话 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 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 是借此人假意 答应日军的条件 麻痹对方 然后发动突袭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中说 视之以动 立其静而有主 一动而训 视为暗渡陈仓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公站在对岸 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 被人追砍了几个月 又被忽悠了若干天 来来往往 就没有见到过时代的 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 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 来了就数人数 数完后就皱眉头 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 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 四万有余 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 我军近二十万 朝军已无战力 天军虽勇 仅凭这四万人 恐怕无济于事啊 这要是换在以往 碰到敢这么讲话的 李如松早就朝家伙动手了 但毕竟这是国外 要注意政治影响 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 冷冷的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 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 在他看来 这又是第二个组成训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让他认定 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 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良的家丁 祖成训身经百战 一向是浑人胆大 但自从战败归来后 他却一反常态 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 具体说来是 多以兽皮鸡尾为衣事 以金银做傀儡 以表人面及马面 极为害意 类似的话还有很多 那个意思大致就是 日本人外形奇特 行为诡异 很可能不正常 属于妖怪一类 没准啊 还能吃人肉 应该说 这种观感 还是可以理解的 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 都喜欢穿些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比如黑田长正 每次打仗 都戴着一顶锅铲帽 这个形状 好像咱们炒菜用的 那个锅铲 而福岛正泽的帽子 是两只长牛角 类似的奇装异服 还有很多 反正呢 都是自己设计 要夺新潮 有夺新潮 第一次见到这副打扮 吓一跳 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没过多久 祖承训 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 就停止了 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 虽然祖承训 是他父亲的老部下 虽然祖承训 从小看着他长大 虽然祖承训 也算是高级军官 但对于李如松而言 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 并被严厉警告 如再敢妖言惑众 动摇军心 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 问题是 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 连人言也不听 祖承训几次建议 说日军士兵勇猛 武器独特 战法其异 不可轻敌 李如松呢 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 刘成龙是绝望 他私下对大臣 引斗授说 提督不知敌情 他说这提督 就是指李如松 提督不知敌情 却如此自信轻敌 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 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 毕竟啊 大伙都没见过 李如松却又狂的冒烟 对日军是不屑一顾 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 总而言之 大家的心里都没谱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 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 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 明使为肃宁馆 在这里 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 这些人既不是来宣战 也不是来求和的 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 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 在他的授意下 沈维静派人向小夕刑长报信 说明朝啊 同意和谈条件 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 希望呢 做好接待工作 云云 要说这些日本人啊 有时还是很实在的 听说给赏钱的来了 小夕刑长十分高兴 忙不迭的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 办这种事情 去个把人也就够了 不知是小夕刑长 讲礼貌还是穷疯了 这回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 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顺便说一句 这里的数字啊 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 宋英昌的奏书 但据明史记载 是二十个人 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 这也是没办法 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 这本书这么说 那本书呢 又那么说 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 类似情况 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 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 一般呢 遵照顾邪刚先生的史料辩习原则 所以此处采信宋英昌的奏书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 李如松正在大营里 他当即就吩咐 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 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 当然 也是要等一会儿的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 所以沈维静的情况 以及他的打算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 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 性格简单粗暴 天天喊打喊杀 这天呢 正好待在大营外 先听说来了日本人 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 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 带着几个人 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 李宁是二话不说 拔刀就砍 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了 两国交战 还讲究个不战来世 来逃赏的竟然也砍 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 又没个全盘计划 一乱起来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 于是乱打乱杀之后 战果如下 生擒一人 杀十五人 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地鸡毛 狼狈不堪的场面 他当即暴跳如雷 因为这个傻大粗 不但未经命令 擅自行动 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甘休 当即命令 把李宁拉出去 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 总有一帮将领出场 求情的求情 告饶的告饶 总而言之吧 要把人保下来 这一回也不例外 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 亲自出马求情 而且表演的十分卖力 哭告免死 就是在那一边哭 一边来求情 奈于众人的面子 李如松没有杀李宁 重责他十五军棍 让他戴罪立功 但就在大家伙 如是重负的时候 李如松 却叫住了李如柏 平静地对他 说了一句话 今天 你替人求情 我饶了他 但如果你敢 违抗我的将领 我就杀了你 李如柏 他知道自己的哥哥 从不开玩笑 从那一刻起 无人再敢违抗 李如松的命令 教训了李宁 又吓唬了弟弟 但结果依然于事无补 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 你总不能去找小夕刑长说 这是误会 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 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的 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 咱们再谈谈 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 估计这个事 是没有指望的 所以李如松认定 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 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 仅过了一天 小夕刑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 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宣战 也不是复仇 却是澄清误会 误会 李如松木瞪口呆 估计是沈维静的忽悠功底太强 小夕刑长对和谈信心十足 就等着明朝册封了 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 先是吃了一惊 然后就开始琢磨 想来想去一拍脑袋 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 理数不到 所以这一回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 小夕飞 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 摸清情况 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 在短暂的惊讶之后 李如松笑容满面的迎接了小夕飞 还请他吃了顿饭 并确认了小夕刑长的疑问 没错 就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 小夕刑长自然也就放心了 误会总是难免的 死了就死了吧 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 他将热情迎接 李如松回答 十分感激 带到平壤 在当面致谢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六 李如松到达平壤 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 为了迎接大明队伍 在城门口是张灯结彩不说 还找了一群人 穿的花枝招展 在路旁迎接 据说呀 事先还彩排过 当李如松远远的看到 这一切的时候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采齐飘飘 家道欢迎 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侮辱我 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 李如松意识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 攻占平壤 唾手可得 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 有的往前冲了 大部分却只是在那观望 几道命令下来 也只是在原地跺脚 龟缩不前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 说到底 还是老问题 没见过 千里迢迢的跑过来 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 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的人 在路边是又唱又跳 混似一群疯子 换了谁都心里没底 再加上组成讯的妖魔化宣传 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 不急 看看再说 这一看就耽误了 七家军打日本人起家 自然不会少见多怪 二话不说 路起了袖子就往前赶 可是他们是步兵 行进速度慢 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西齐 无人赶上 这么一折腾 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小西行长如梦初醒 立刻关上城门 派兵严加防守 把明军挡在了城外 虽说丢了个仪仗队 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 城门大开拱手相让 居然不要 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恼怒之后 李如松仔细观察了 眼前这座城池 很快他意识到 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 却并非毫无价值 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 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 已经丧失战绩的明军 不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 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 且有牡丹风高地掩护 一手难攻 进攻很快被击退 明军并不练战 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 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 他十分不解 为何明军毫无胜算 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 这次战斗结束了 自己并没有吃亏 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 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 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对李如松而言 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 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 回营之后 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 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 除了吴维忠 洛尚智少数几个人 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 无一幸免 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 训的是狗血临头 但是事已至此 人家已经关门了 靠忽悠已然不行 骂也骂不开 那就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 就得有个工程方案 怎么打谁来打 但李司令员 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 骂完就走 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白 今夜带兵 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下属 李如白认为 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 也是另一次杀鸡敬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 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隐时 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动开 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 向明军大赢铺去 我黄更新为您播讲